這個位置其實是阿佳老街的位置 今天就會整條阿佳老街這樣走 應該很長的,我進去九龍城那邊 其實有點像... 都不是有點像 跟那個什麼東西啊 一九陽那個界限街的長度 都說去到... 偶爾去到那個什麼通州街公園 其實都是大個嘴那邊 那邊走,這條街很長的 但是也有趣的 前前那半段是挺有趣的 後那半段就... 可能比較悶念 那些店舖 那都六點鐘 那條街都很多人等車 就是這樣 阿佳老街 一條很古老的街 也都很繁忙的街 那這裏呢 有個旺角街市 那些人迫到呢 那車,你看看 滿了人的 那這隻公仔 這條街都是一個... 好像兒和街那樣的奇境 那條路有渣 然後... 有多人 可能也要九個字才進去九龍城 用了裝了廣角鏡 那一大堆人 迫上斜 現在還沒斜 701 去南昌海嶺 每天都在那邊衝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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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沙甸魚一樣 正觀一下 大家試想一下 大家每天 上班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那一輩子 有時看一看畫面 你平時搭的時候不覺得 都在那裡 但你呢 站在那邊 我發現 都幾風塘 這裡有個街市區 這條街 好像廣東道 有些... 推銷員 推銷 推銷 一些貨品 這個位置很旺 這個位置很旺 不是的 榴槤吃吃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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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街上很熱鬧 在促銷 這條街上很熱鬧 對 姐姐看一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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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一路 還有很多人 逼滿西 消耐 尿 嘍 ạn 수 一大堆人 我們先過馬路 逼到阿烏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比較鬆動 一看一看 這個位置比較旺 每晚都逼了很多人 過馬路 對面有牛當 沒有人排隊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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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街老街 其實是走過的 但是完整走一次 你沒有試過 這個是創距來的 順便回家 因為我都在旺角拍攝完夜 走過九龍城那邊 人山人海 一放公 所以最好就是走路回家 不用迫車 不用迫巴士 不用迫地點 雖然久一點 但是 又可以順便給網友 看看市況 既工作於娛樂 既娛樂於回家 前面兩號方 又是儲存一大堆人 下街老街 每一個路口位 都真的被迫 可以這樣說 行港島 九龍 不 新界都沒有這些 這樣的街 是每一個十字路 會不會 直接出到旺角 去到九龍城位置 可能過了九龍城 也會更好 過了河文田那邊 每個位都好多 好像一大花士兵 衝過來 衝一下 好像兩軍隊女 很多人還都行很快 跑得很快 不知道跑得很快 這邊就近朗豪坊那邊 旁邊朗豪坊 那個爛鬼公仔 藝術品 可能也是風水 這座坊蘭街也變得很厲害 也有很多店舖 這個位置是終極多人的位置 這座坊 Joliby 這座坊 有些人唱歌 不算Busking 有些人唱歌 大媽的感覺 把錢給他 給他一個小禮物 這座坊和我一樣 玩直播 錄下 賺錢 操音 這座坊 終極路口位 這座坊 也是比較多市港的路口位 這座坊 也是比較多市港的路口位 這座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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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最多的了 雅街路街 這座坊 好像玩那些小遊戲 你避開人 這座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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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之內 20秒之內 每天都要玩這些小遊戲 這座坊 又過了一關 走前一點 走前一點 是賽街 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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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GTA 噢 很瘋狂 不知道什麼事 在這座坊 再過了 再過 打環這座賽街 這座坊 這座坊 也走過一次 這座坊 也是另一個 很多人的路口 很多人 噢 這座坊 這座坊 夜晚多 這座坊 POLENNO 這座坊 有些外套 G2000還沒進去 走什麼 那些東西 這座坊 也有個 在這條 馬街路街 這座坊 也有些東西看的 這條是通賽街 和女人街 很困難 睡覺也懂得背 睡著也懂得背 所以你叫我背著明星 現在就不太熟 沒辦法 譬如你那一陣子做了些什麼 那些東西是特別的 RAM 會保障 屯門碼頭說多方便 屯門碼頭X 一睡覺到屯門 也很方便 這隊是什麼事? 全部都插出來 整條街都很多人 又是這些套衣 10元 5元 5元一盒 魚蛋洞 魚蛋洞 很多男人會上去玩的 一個紅燈區 今天沒有人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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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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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吃完飯 就上去玩玩 上去打月毛球 一直走 今天一格格 塞住了 整個雅街老街 應該是繁忙 這裡的街 這間大班 晚上吃麵包 這是雞 雞也很受歡迎 這間大班 有些人排隊 有些人排隊 哦 現在的三送 現在的三送 雞也很送 相當忙 人都會想買個飯盒 一人很大便 這間大班 兩送飯 三送飯 每個人都想買飯盒 回去吃 这边是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服 晚上也拍过 这次是终极一极 是唯一版本的阿佳路街 这段差不多走完了 然后到韩文田那段 我记得是直走 这次就收拾了 在外面有很多车 有人在说检测的问题 有个车转进来 稍等 两格交通督道远 为什么不是督道远 会不会疏通一下交通 电闪电过 应该好像王喜 在马路中间 指挥 金浦 很厉害 开到这么晚 我都回家了 现在 马街老街 Moco 夜晚的Moco 染布房街 远看 看不看人流 超大 不断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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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又失败 路窄到这样 失败中的失败 没有客户 这条街 这个位置是没有客户 做的 做广点 这位置是很厉害的 因为这个上方是火车总站 火车站 来的 那些人就上去乘火车 那我就继续走 应该越走越少 因为没有人敢走 没有人会选择走路 入九龙城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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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选择 乘搭车 会 又是炒律子 然后开始人少了 然后就 太平道 太平道 然后就是胜利道 有些网友都叫我走 遲些会走 哇 塞死了 整个街道街 不懂 这个时刻 超多巴士 超多巴士 3300万 十个面积1507 天台1453 743 这里也有一间全宵中心 很漂亮的 当时很早期也是中火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哇 如何欣赏呢? 我记得这里有个全宵中心 很漂亮的 这个门口 尤其是找人等的 都是 一直走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基本上 这条街 太子道西 街限街 街道街 街道街 三兄弟 都是九龙城 这样 噴出来 就是 九龙城 那位 所以我现在 今天打 今天的大佬 是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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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 有些人叫我走 遲些一次過走 勝利道啊,就是草蜜街來的 很多草蜜那些 就這樣看你都覺得他瘋了 有些笑話而已 但真的好想法 明明沒有位置給他衝 他都要衝 但是車子都走得很慢 除了那輛白車 那輛白車也很快 但是紅Van是比白車快 那是什麼? 其實紅Van司機 可能更適合做白車試用 油站,很臭 不知道是否梳阿毒 梳阿毒 就是勝利道的朋友 姊妹街 和朋友 隔離輪蛇 OK 麗瑤 去麗瑤 425 好,已經人少了很多 咦,是不是這裡 找不到 可能會 有一個傳銷中心 那時候 有一個傳銷中心 那時候也是過百人在開會 那時候也是過百人在開會 那時候全部都是這樣 當然最厲害的是那個什麼鬼鬼 製造 剪頭髮 一百二十元 一百二十元 稍貴 不過可以的 因為這邊 都中產離地 這一區開始 叫得起這個價格 金光閃閃 好多車 排主 排主隊 好像家長車 好多車 這間什麼事 又收拾了 工廂鋪 在前面 再前一點 這條街 通常是乘車 由乘車去九龍城 就很少說真的這樣走 偶爾 可以拍下來做個紀錄都可以 有意義在這裡 輪椅? 嗯 有些貓貓、狗狗 睡覺 這隻呢 其實溫住他們都很慘 他們想走 想咬開門口 想和旁邊那隻玩 有些動物 因為他們靈性比較強 他們會支撐自己 被困住 應該是這一間 這間就是傳說中的保險 哇 就是傳宵夜 裡面有一大堆 八爵 那些 那些 之前在播毒 還在開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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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拍了 這間延遲 都很金碧輝煌 但是你也知道 越金碧輝煌 越老千 那間狗狗 醫療中心 都很金碧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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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老千 都很金碧輝煌 好 走出來 我的工作是要走出來 走給大家看 他們那些 只是拿一把口 前面那兩個都是 那邊的人 有時間吃飯 OK Let's go 快走 九龍勝區 有個顏色仔 晚上的景點不太看得到 走路算 先等一下他 看怎麼走 先走 應該是直走 窩打老道 阿佳老街 是否這邊 這邊也可能可以去到 這邊 我怕會進入窩打老道 靠這邊 這邊是阿佳老街 Bingo 我們進入阿波打老道 更加人少 剛才那個位置真的很多老千 老千之城 很多適合畢業的人 他們的價值觀 未形成 或者都不知道世界 香港是怎樣運作 香港是些什麼 不知道香港是 一個 一半 大半 都是一個靠老千 穩穩的城市 炒炒買買 但是我覺得 香港是有一件事 是建屋 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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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的遊行都試過走這條路 應該是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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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直隊 這邊應該不是 對 我那一趟 過一過 順便看一看地圖 前面 海公市 我找到 一位 海公市 海公市 包大 应该是这边,看着这个方向 开了叉,有时候会入错位 上年因为游行,走过一次 捉远村103,可以回到我家 所以这边有很多车,可以随时找车上去 不需要了,都在九龙城 马路都这样开给你 不太看到这些房子,其实都是中产区 看一看 后面就不可以看,不知道是什么山 都是这边偶尔来的,入夜看不到 在这段时间,如果你睡不着就能看 会令你睡着的一条路 门到偶尔 什么山都没有,最夜晚 我既然能走到亚街路街,为什么不走近呢 对吗 那 那 吹一下水,打下一下排队 这里应该是在柄大路上 打开这条路上应该是确定的 是在柄大路上 对了,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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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空肺診療所 先走到哪裏 我試過一次在這裏走過馬路 這裏有什麼設計 一條路, 半馬路, 半行人路 這裏很少 上去不知是什麼醫院 九龍醫院 應該是九龍醫院 嘩, 直橙 好像GTA 這邊應該是九龍醫院 這裏有一間醫院 這個位置 可能上去 這個位置 上山 好像明愛 就是這樣 OK Let's go 加速 大直路 加速 正 很棒 現在我把電子放在背籠上 就舒服很多 因為以前 都放在衣袋 或者小袋 比較重 現在很方便 全程 今天整天 走過很多條街 都不會很累 這就是最後一條路 沒東西看 所以適合 譬如睡不著 就看看 但是車的聲音 很吵 它悶到你睡著的一條街 九龍醫院 這裏的位置上去 借絕探病 現在 Let's go 而且今天不冷 不冷就最好了 你感覺不到冷 我最近風很短 也感覺不到冷 十九度左右 十九度左右 中產區 其實跟家人街的房子差不多 只是另一桿來的 做燈色 很尷尬 例如 我都走了半 去到 那個 例如 就是 炎武房街 走了半 那為什麼不走過去呢 所以今天有個想法 想對爆它 做一個創舉 沒有挑戰 對 所以去到這裏 大家可以看一看廣告 就關掉它 哈哈 你看一下 以前它走街都說是不無之地 山來的 所以它不是市集來的 即是不同的芒角 那些 以前那些可能是海邊位 所以它要做一些貿易 交易 這樣它會多一點點市集 在傳統上 一堆堆私樓 是有一間九龍醫院 所以這一區的人都是不會死的 有事 有什麼急病 重症 馬上入院 所以你說香港退休是好的 如果是老人家 但如果是for future 即是一些思維上的事情 或者是 你不想下一代有一個很重的陰影 如果你說移民為什麼 其實你看到很多人都是為小朋友 那你也知道 大家都做過小朋友 小朋友最慘的是什麼 有陰影 是吧 即是他會怨你一輩子 雖然他人大了 他會明白事理 但是你童年 就過得一次 對吧 那你理論上 即是我們這代都難命一條 沒所謂 當然我自己沒有小朋友 即是如果有一些人 移民的傾向 真是 對小朋友 但我無疑他們的心態 應該是不想小朋友 有些不愉快的經驗 可以想一下 例如 讀書要做十幾二十樣功課 不知道為什麼 做到很晚才睡覺 接著又沒得玩 最慘是住得小 小朋友可能他自己也有少少物慾 想放些東西都已經沒位了 你自己放東西也沒位 你看看 嘩 這些柱都舊式 這些舊式的巴士柱 已經很少有了 現在那些不是柱 是板 不會石柱 這裏有一個 HRA 30 載持續關愛 應該是HRA的大樓 太黑看不到 黃吉他 HRA也中過 總部也中過 我懷疑君君在拍攝 阿君君就在這裏做事 每天夠鐘就直播 幾個鐘 所以這條路都好悶 有個九龍醫院 看見都沒什麼人走 小貓三四隻 對面其實有些路都沒走過 譬如這條路上去 應該可以入河文田 不是河文田 快看見景處 九龍城景處 應該是那邊 這一邊近山就悶一點 那邊就有些屍樓 都是這麼悶的 不過這邊可以看過去這一邊 嘩好快 那些紅的 好恐怖 經常覺得它好像會 稍後它橙上走路怎麼辦 不是沒試過的 這些沒有欄杆 你看看 就敢死於非命 對不對 到時看看誰撿到這部機 幫我上載這條片 嘩好快 到時看 看看屎樓 看看屎樓 這個形容 有趣 看看 看看 這裏有一間不知什麼醫院 有幾間醫院 對面有警察 警署 這一邊有個 法國醫院 香港 眼科醫院 眼科醫院 香港眼科醫院 很多醫院的 九龍城 所以有錢人都住在何文堅區 應該已經看到九龍城 滿了一大輪 今天有了警署 有些人放工 今天也有很多人穿短裙 其實今天也很熱 穿短裙也對 我只是想起使徒 使徒死的那一刻 那些使徒 使徒死的那一刻 那些使徒死的那一刻 就是一個敢力神殿教 本身Eva 都很重 宗教意味 鵪野壽名 都很喜歡玩那些神秘的東西 九龍城法院 大樓 也有很多人在判罪 判有罪 就是這間 香港很多法院 其他一間 我想每天都有人在判刑 太黑看不到 收工 之前那時候說 不如通宵 通宵審案 現在又不叫通宵審案 而不叫通宵審案 不叫通宵審案 只叫通宵審案 通宵審案 香港很多建議 但這些建議 是最後會成事 有些人不可能 露鳴道 橫向這個地 都入了九龍城區 我想走多五分鐘左右 沒有人的 看這條街很遠 司機被打開了 剛才打開了平安門 打開了 這條紅燈 那邊是綠燈 為什麼不一齊錄燈 因為我過了 我真是最傻的 我真的怕車子這樣駛進來 你知紅車輛那些沒有眼 看見紅燈 就會衝過來 我過了 那邊就糟糕了 這邊又進來了 拍一下車 香港真的有很多車 這盆燈好像不懂得轉 香港很多燈都是這樣 都不會轉 至少等你四五個 分幾兩分鐘 先進行 看見紅燈 這間駛 也要等這邊 接近這間駛 警車 也要靠近 这个速度很快 继续走 差不多到最后了 走到机场那边 救机场 旁边又是一堆C楼 明明角 这么低B的名字 明明白白 这是一堆C楼 很少可的名字是C楼 楼名是C楼 桃圆 典鸦 古代的 唐诗三八手的名字 加豪轻 有个Logo 像马一样的 座椅 最后一个屏风 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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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其实是马头围 进去是马头围 村 科法道 看车 看车先咯 但始终都不知道如何转进去 后面这些 没办法 是Varrow 先說說做Youtube的心得 所以說找到吃都不是說可以發達 你說一天內有幾千人看是容易的 但是說很穩定,每天有過萬人,二萬人看一條片就比較困難 但是幾條片加上一萬人看都可以做到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小目標,可能每條片都有一兩千都很難記望 因為每條片你逛街,有些人都沒什麼興趣 加上Youtube又不幫你推播 不知罵他會不會下跌 他又把黃絲的全部調低 就算你做得那個節目都可以,精彩都沒人看 藍絲隨便說兩句廢話,十幾二十萬 說一些假消息,收很多dislike都是十幾二十萬 所以都沒辦法 只是靠Youtube找成 沒辦法 繼續努力吧 我看見到馬頭圍那邊 球場 再悶一點 再努力一點 再努力一點 真的可以關掉他 你真的可以關掉他 你不用看他 不要約我自己 不用跟我客氣 如果你看到這裏也很厲害 如果你看到這裏也很厲害 到時留言給你一個讚 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我可以看到彩虹那邊 能夠拍一下彩虹那邊 不過都沒有人看的 彩虹那邊 本身都是一些寶達 那些 新移民的村落 拍就拍過 不過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拍攝 就沒試過 因為是隨影拍過 很早期那些 下街老街 OK OK 這裏就是舊機場附近 看一下 是不是結束了 怎麼走呢 是不是要過對面 看看地圖 下街老街 啊街老街 哦 是的 我知道 這個公園就是結束了 即是這個公園 OK 送佛送老闆 公園 公園應該是由這個隧道下去 下到公園 走到公園盡頭就結束了 很古怪的 這個位置的路都很古怪 這條是太子道西 其實是兄弟來的 這條是太子道西 深浦江的隧道 據說有很多導遊 那些露宿者 走到腳壞 哇 神經病 只是走旺角 走到腳都快 腳斷了 應該是一個公園 沒有人來的 沒有人來的 很奇怪 因為它是幾條高速公路 下面的一個隧道 達武達三個州 坦白說我真的沒有走過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這個位置很格闡 怎麼形容 兩邊又高速公路 你都不舒服 有些車在你頭上飛過 你開不開心 所以很奇怪的一個公園 都有人坐在這裡 你別管的 有一個這樣的公園 這個公園 叫什麼名字呢? 沒有名字的話 我幫你改名字 叫做天橋公園 天橋下的公園 應該就是這個位置 下街老街 那個尾 欣賞一下城綁藝術 綁著女兒也很棒 日本那一隻 綁著這塊東西 就不太好 那應該是這個位置 很奇怪,可以去三浦江或碼頭的位置 拍到這裏 我想看一件事,想看公園的名字 哦,世運花園 傳說中的世運花園 他之前做的裝修 現在做好了,世運花園 作一個劍尾 一個很奇怪的公園 氣場很不舒服 起碼是吵 這個公園 你沒有理由 走一個公園這樣吵 所以看到沒有人 但也形成了這個公園的獨特性 經常聽到車的聲音 在頂上飄過 有些車 車飄過 如果你坐在這裏,你就會感覺到 後面有些東西飄過 我拍到這裏 謝謝收看 太能了 好 謝謝